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刑務所官社以前是 日本時代的台北監獄 所以後來又改名叫台北刑務所 然後這個地方以前在日本時代是 叫做舊名稱叫做監獄口 所以非常多人 台灣人因為抗日的關係被關進去 可是整個刑務所的監獄都不見了 全部拆掉了 那只剩下一排 當初那個基層官員所住的宿舍 其實重要的是刑務所 除了要把宿舍 除了舊的宿舍修好之外 就是讓老台北人回到這裡 他們回憶起以前的日本時代 重要的一些歷史事件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修復 本質並不是修復一棟棟的老房子 它不是一個修復工程而已 我是想應該是文化記憶的工程 能夠修復回來 它連動式的這個宿舍群 有兩棟 因為它保存得很好 我就回復了日本時代的樣貌 那由那一棟被火燒掉的 它的骨架都還在 所以就利用這個機會呢 做了一個殘疾保存的一個火燒痕跡的一個區域 然後扣上解說牌 然後到現場去看 趕上燈光 那就知道 裡面的骨架 它有很多筍頭怎麼接著 怎麼樣 日本時代的和風的降雨 手法 很精彩 還有一個叫做以前的公共浴場 它是非常大的大樹 跟它共構的 因為太久了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鋼結構的方式 然後把那個樹全部撐住 然後周圍繞一圈 然後再補充一些鋼架 結果反而這樣做完以後 趣味很深 所以我沒有想到 樹跟建築物連結起來 反而更增加它的趣味性 就是魅力在那邊 而且我還做了連續的兩條故事想 那晚上燈光打起來的時候 旁邊市民經過 結果看到這個地點 曾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就說不同的修復手法 發覺魅力 然後同時跟過去在發生 抗日的一些文人知識 它的事蹟 從這個裡面 我發現它的價值所在 所以我常講修古劇是要有創意的 讓人家感受到 我所傳達的歷史訊號 然後傳達人文的深度 它們自然就會有任何感 在愛讓人家感受到 在愛讓人家味 和ott南省 在愛讓人家感受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